这是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承建的东南亚第二长的跨海大桥 马来西亚槟城二桥 东南亚最长的跨海大桥在文莱 文莱的淡部龙跨海大桥我国也参与了修建 马来西亚槟城二桥早在八年前就已经通车运营了 大桥的通行费按照车型来收 摩托车过桥费2.6元 乘用车和出租车大约为10.6元 巴士过桥费大约40元 带两个车轴的中小型卡车过桥费46元左右 带三个车轴的大型卡车过桥费需要106元 正常工作日每天至少约有1.2万辆车次 这座大桥现在看起来仍然很新 中国企业根据马来西亚当地文化特色 融入了清真寺的尖塔元素 大桥线路全长22.5千米 其中跨海桥长16.5千米 主桥为三跨双塔H型斜拉桥 双向四车道加双向摩托车道 设计速度为80千米每小时 总投资额约14.5亿美元 桥梁使用寿命为120年 该桥由中国企业和马来西亚桥梁公司 共同合作建成 中国企业负责技术 难度最大的水下基础工程和主桥施工 而马来西亚建筑公司只负责桥面 引桥和路上部分的建设 作为马来西亚过去20年来最大的土木工程项目 马来西亚冰城二桥位于马来西亚冰岛海峡南部水域之上 大部分水域的水位很浅 施工地点处于高温高湿高岩的特殊地理环境 对工程结构的耐久性有严格的要求 还需要按照英国标准和欧盟标准做精细化设计 同时对地震海啸和轮船壮力也有很高要求 因为这些复杂的原因 马来西亚拒绝了很多西方桥梁公司 他们认为中国企业有无数的海外桥梁建设经验 尤其善于在各种极端环境下修建桥梁工程 特意选中中国企业作为承包商 中国企业接到项目后 对影响大桥安全的灾害风险进行了系统评估 因地质仪重新设计方案 在工程施工中应用了很多新技术新工艺 反调三角拖架挂篮这一专利设备 就是在这个项目中设计出来的 为了防止海啸和地震 影桥特意采用了高阻尼的橡胶制作 出于安全考虑 防止司机昏昏欲睡 大桥采用S型的行车走向设计 马来西亚槟城二桥 被分配到马来西亚高速公路路线E28边号 它将与南北高速公路北线相连 极大缓解了当地的交通拥堵 大大改善了马来西亚南北地区人民的出行 中国企业在槟城二桥建设中 表现出了高超的技术和雄厚实力 展示出了中国桥梁技术 国际一流的先进水平